大家好,我是西安古城家门口 今天带大家看一下西安大明宫中规模最大,保存现状最好的一座宫殿遗址 它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木结构单体建筑,唐代建筑的代表作品,林德殿 它始建于高宗林德年间,回于唐喜宗光旗年间,实用和存在了220年 此殿当年是皇帝举办宫廷宴会,观看乐舞和借鉴外国使节的场所 也是大唐等级最高的宴会厅,只有地位显赫的人才有资格来到这里 三座最大的宫殿,依偎在一起,中间用柱子相连 前殿,中殿,后殿,再加上第二层的楼阁 这种三重殿建筑,是唐代形式中最为复杂的宫殿 在中国建筑史上,造型独一无二 这样巨大的宫殿,亘古未有 建筑为1万多平方米的康土台积,台币器专 台积之上为两重平台,上建有前、中、后、皮帘的三殿 殿堂面向正南,行至左右对称 东西侧非别有对称的玉翼楼和节链楼 玉翼楼登楼的坡道在南边 鞋链楼登楼的坡道在平均 两楼分别距二层台积2.5米 以飞廊与主殿上层连通 两楼残存为最高约5米 东西长约26米,南米宽约10米的 继次长方向的夯土机台 两楼机台南边3.8米处 又各有一个金色方向的夯土机台 底部东西长11.5米,南米宽10.15米 各具大殿二层台积2米多 这应当是史记中所记载的东亭和西亭的台积 大殿周围有回廊环绕 四周用宿面放砖铺设散水 台上用莲华放砖铺地 台阶用亚兰石设置赤寿和栏杆 显示了唐代宫廷建筑的时代风格 殿堂地面分布着192个石柱处 排列成蓝北17排,东西12列 其中第三排仅有6柱 应该是为了扩大柱间空间 在沟道上采用检柱做法 前电面阔11件 出具两面山墙 电内空间为9件,金深4件 电前设置东西两个台阶 以供升灯 中电面阔与前电相同 电内9件空间 分割为三部分 中部5件,两旁各2件 各设门已通往前电 后电具有穿堂的性质 推测机上的楼层已覆盖 前电与中电之间有一间东西锅道相格 锅道两端射门 门外即是登台入电的坡道 乘慢道,长远30米 架构有狼屋 这一锅道可能就是 史及所寄之横囊 三电串联结构 是林德电的显著特点 考古发掘成情了三电一城的由来 中电后电有监视的夯土地墙结构 应当承载有楼阁建筑 可推定上部及史基中 皇帝设宴的景云阁 中电蓝阁墙内侧的一排小石杵 被认定为登阁的楼梯道遗迹 景云阁扩大了林德电的使用空间 并使主体建筑形成高低错落有致的外观形象 皇帝设宴阁 原可蓝跳秦岭 北万为原 靖可富揽太叶池随色 此外在主体建筑东西两侧 用飞桥加楼亭阁相互连接 使整个建筑组群浑然一体 后电的一部分成为 乘坐景云阁的宽大亭堂 后电面阔与前电中电相等 而近身则为六间 从遗迹可判断它是障日阁 其整体和均长的分割为三个大小相同的厅房 在梁柱和屋檐之间 直达的斗拱层层叠加 错落有序 斗拱的支撑下 屋檐向外伸展 像巨鸟的翅膀一样 高挑上扬 庞大还不是清零 威延中险露着活泼 威威壮壮观的林德电 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典范 气魄雄浑 格调豪迈 代表大唐建筑艺术的辉煌成就 对国外的多处建筑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